你好 欢迎收看2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吉安乡老人会在今天举办了110年的新春团拜集宣导活动 宣传徐中尉特别向长辈们致意 同时也发送福袋 祝福所有乡亲们 六年行大狱 福气满满 114年新春团拜集宣导活动 20号在吉安乡清风老人馆举行 现在许中尉也前往现场向长子们致意 真的 老天爷真的好疼我们人哥冷冷 对不对 拜天宫的时候好冷 但是早上除了大太阳 让我们很温暖晒晒太阳 增加维生素D 让我们的骨质不要疏松 对不对 尤其是花莲县政府 我们去年推出了 全国唯一抽血 里面增加了一个 这个检查维生素D的含量 维生素D的含量如果不够 除了大家知道 钙会骨质疏松以外 另外对我们的慢性疾病 也很有关系 看到我们的孩子 看到我们阿孙 哇 开心的不得了 所以就多吃了一点 有没有 你看大家现在有的连点都圆一点了 就像真卫一样肚子又大一点了 就胖了一点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春天养生还要运动 所以这个运动运动开开心心 这是每一个孩子最期待我们所有的长辈 还有家里的老大人健康的 请接着则是有样大于医师向咱们说明 来个健康讲座 肌少症 肌少症现在是一个 大家都要非常注重的一个预客体 从30岁达到顶峰之后 我们的身体肌肉就开始减少 肌肉开始减少 那30岁到40岁 如果说你 如果没有很特别运动的话 你大概要少3到5%的肌肉 现在学生委员充当学生来听取医师的课程 同时也帮学生来提问 那个杨医师说要吃优质蛋白质 请问什么是优质蛋白质 给我们咬一下好吗 鸡、鸭、鱼、肉就是这样吃 减少 我们现在台湾人 我们现在大口 中国人都同样 台湾人人大口就是变成要吃什么 我们以前关系 我要吃饭 饭面 那个饭面 我还喜欢要散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蛋白质 就是淀粉类 我们要减少 减少淀粉类的摄取 增加蛋白质的摄取 最后现在许真会也准备了 福袋和环保袋 致证给在场的长生们 祝福所有乡亲牛年新大运 福气满满 顺心如意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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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